遠征軍是十萬青年十萬軍的一個典型成軍實力 遠征軍就是青年軍的代表 遠征軍之所以能夠在美軍及英軍 這些在歐戰期間耀武揚威的軍隊都潰步成軍的當時 還能在武器裝備都比英軍及美軍還要差的情形下 打得日本暴頭鼠竄 最主要的就是靠當時青年軍的奮不顧身 勇往直前 殺敵暴國的精神 在當時我們的戰地叫森林 這個森林的情況呢 各位 我們抬頭見不到太陽 兩公尺以外看不到人 我們跟敵人對峙 電話鈴被此聽到 講話被此聽到 咳嗽被此聽到就是看不到 野人山的地形顯耀 這個氣候呢 摩裂 大地有毒蛇猛樹 小的有那個螞蟻 馬房 這一些都豬可以自立於死地 當時國軍的英勇善戰 可以由漁邦之役的過程中明顯看出來 史迪威命令孫立仁將軍進攻漁邦時 由於情報錯誤 他告訴孫立仁將軍說 漁邦只有幾個武裝土人及一些日軍下級軍官 因而不准孫立仁多派遠征軍前往 孫立仁沒法子 只有派一一二團第二營營長李克吉 以一營的兵力去攻漁邦 結果李營到漁邦就被埋伏的日軍包圍 日軍不但人數多 而且還有機槍重炮 火力比李營要強大許多 幸好李克吉營長臨危不亂 智勇雙全 在被日軍重重包圍的情形下 他吩咐弟兄們 以大樹為掩蔽 將若干大樹以鐵絲網連成一個銅心圓 作為待用堡壘 再用幾顆最高的大樹上架設機關槍 使機槍能做360度的全角度射擊 日軍雖然人數 火力都優於李營 卻攻不下這區區一營的中國遠征軍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